好吧我们开始啊 本周最后一周了啊 这个啊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然后就是把最后 vaccine这个部分给大家稍微过一下 然后大家记得做一下特派啊 其他也没有啥了 然后最后final exam啊 40个题 如果没准备到40个题啊 三十三个小时啊不是三两个小时 还不三个小时 反正足足够够啊 完全足足够够 所以大家抽一点时间是吧 把这些学过东西稍微看一眼 然后之后我也会把去年 pass test的这个题目啊 上车到我们的网站 大家去考试之前 继续做一下啊 继续做一下跟me term是一样的 ok好吧 来我们move on 我们就开始本周的内容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vaccine 是吧 那大家都打vaccine了 对吧 非常非常简单 vaccine就是 疫苗对吧 我们叫他疫苗 那疫苗 你看 疫苗 疫什么东西 是病的意思 对吧 苗是什么东西 是他的 怎么说 是他的呃 就是成长阶段 对吧 苗就是树苗吧 什么苗什么苗 就是他成长阶段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当我们在给大家打vaccine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把我们的这个啊 病原体直接就打到人身体里 当然我们排除之前我们在讲 这个smallpox的时候 是吧 smallpox的时候啊 那个恶毒的女人 是吧 那lady mary 对吧 直接就给啊 别人去这个啊 inoculate smallpox 这个virus 那那种是要要要人命的 对吧 但现在我们不是吧 我们的vaccine 基本上都属于那种 已经把这个病原体干的 已经半死不活的那种程度 是吧 他已经是 致病率非常非常低的 OK 那同学问了为什么 对吧 我们为什么通过打疫苗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防止这种病 对吧 所以疫苗最重要的东西 他是可以protect us from a particular disease 所以他最重要的功能 就为什么要vaccination 就为什么要做vaccine 非常简单 他就是要protect us from infection OK from infection 那这个infection 一般来说 是由某一个特定的specific pathogen 造成的 你比如说 大家去打flu vaccine 对吧 我们就打这个叫做流感疫苗 那就是防的是流感病毒 OK 大家去打COVID-19 vaccine 那他就是防我们的SARS-CoV-2 的一个virus 对吧 那大家去打 比如说 Tuberculosis 那就去防Tuberculosis 所以他们都会在打不同的 不同的病原体的会有自己不同的vaccination OK 那为什么打疫苗可以防止我们遭受到新的感染呢 其实非常简单 这就利用到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有primary和secondary的immune response OK 那什么是primary response the primary response 其实就是还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patogen的时候 所以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接触了antigen A 对吧 所以我们对antigen A会有一个immune response 但是现在这个immune response 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强 对吧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强 你看他大概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14天 从第零天我们开始接触 到我们产生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antigen response immune response的话 大概需要两周 OK 然后他的这个immune response的强度呢 也并不是特别高 对吧 但是如果你再次碰到他 那如果你再次碰到这个antigen的话 那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 第四次碰到他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个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 那对于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来说 他的时间会更快 并且强度会更高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后面来看 你看我们同时放到antigen A和antigen B 对吧 那对于这个人来说 他是不是之前已经接触过antigen A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A来说 就是一个secondary immune response 但是对于antigen B来说 其实他是一个primary immune response 对吧 为什么 因为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的antigen B 我之前没有见过 对吧 所以他还是我们头一次见 那头一次见的 我们都叫他primary immune response 或者primary immune response 那这个时候 你看对于antigen A来说 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你看基本上只要用了一周的时间 是吧 我们就拿了一个非常高的immune这个intensity 那第二个也就是说他时间非常快 对吧 第一个就是他强度非常高 第二个是非常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人打疫苗 因为当我们打了疫苗之后 是吧 那我们先让这个人 其实先对他对这个病原体先接触 那接触完了之后 我也认识你的 所以下一次我再碰到你 我们找一个weakened version 也就是说 你就是我把这个病毒 身上的某一个东西拿出来 对吧 或者说我把这个病毒已经先处理过 已经让他没有办法导致疾病了 但是他还是活着 他还能replicate 但是我打进去身体里 他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那他唯一的目的 就会使得让你的immune system 先去recognize 并且对他有一定的immune response 所以下次再碰到真正的antigen 真正的这个pastain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产生一个更快 更强的一个response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vaccine的 这个vaccination的这么一个principle OK 非常简单是吧 所以对于一个好的vaccine来说 你要注意的是 对于一个好的vaccine 它一定要有着 high immunogenicity 那什么叫immunogenicity呢 就是ability ability to elicit immune response immune response 也就是说你打这个东西 你这个一边打进去之后 它一定要产生很强的immune response 对吧 那你又不产生任何immune response 我打开 我有个任何卵子用 没有任何卵用 所以我必须让它能产生大量的immune response 第二个是我们要尽量减少上的什么 叫pathogenicity 什么叫pathogenicity呢 就是ability to cause disease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ability to cause disease OK 所以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当我把当我把这个vaccine打进去的时候 你先别导致我得这个病 对吧 然后并且这个疫苗打进去之后 能让我对这个pathogenic产生很强的immune response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疫苗 一个好疫苗评判标准 OK 好吧 那当然 对吧 那我说了 那对于疫苗来说 它肯定还是有一些risk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如果大家知道这件polio vaccine polio vaccine 其实就是大家吃过那个脊髓灰质糖玩 小时候吃过那个东西 那这个polio vaccine里面 它其实就是attainuated polio virus OK 就是虽然它没有办法再导致疾病了 对吧 但是它能产生一个相对是比较强的immune response 那从来说那有什么那有什么risk呢 这不很好吗 但是risk就是在于 对于这些attainuated virus 它呢 有一定的概率能revert回之前治病这么一个状态 OK 所以这个时候 那本来这个小朋友是吧 它吃了这个脊髓灰质糖玩 本来应该是产生一个immune response 对吧 然后它下次再碰到这种脊髓灰质炎 polio virus的时候 它就没有关系了 对吧 它就可以直接去把它干死 但是当它去吃这个糖玩的时候 里面可能有一部分virus 它有机会revert 它变回之前 可能会导致疾病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那有可能就是这个疫苗 让这个小朋友得了decephalian 是吧 但是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的是 那它的治病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对吧 那如果它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那我们还是觉得 对于这个 我们整个人啊 population来说 打疫苗要比不打疫苗 相对来说是不是要更 这更好一些 对吧 它的benefit要大一些risk 当然了这个 我们也必须要心疼一下 那些小朋友对吧 因为他们确实因为打了疫苗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是吧 那落到谁身上 它都是百分之百 它就不是一个概率问题 是吧 那最后是吧 那我们有一些人 对吧 他没有办法打疫苗 就像我刚刚讲过的 比如说他是immun compromise people 那什么是immun compromise people呢 那我就有个例子 比如说刚出刚出生的婴儿 对吧 那他肯定不能打疫苗 对吧 他自己免疫系统 还没还没还没 还没建立好了 对吧 那还有就是一些老年人 对吧 那老年人他免疫功能退化了 是吧 那还有一些人 可能是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疾病 就是他有的小朋友 天然生下来 是不是都没有immun system 那有一些啊 可能是后天 由于一些各式各样什么样的 那些发生的原因 是吧 得了HIV 那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称之为immun compromise people 那这个时候疫苗是怎么对他们进行防护的呢 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herd immunity 我该叫群体免疫啊 所以这个玩意儿的这个东西叫做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 什么叫群体免疫啊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一会儿来看 那假如说现在我有一些population 你看这地方每一个圈是代表一个人啊 那比如说我们怎么population 那这个时候 这些population没有一个人打了疫苗 所以如果中间比如说这个人 他不小心得了病 得了某一个pastion 得了某一个infection disease 比如covid-19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quickly spread 就会把周围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感染 对吧 因为周围的人没有任何 对对这个病毒没有任何免疫力 但是啊 我举个例子 如果现在比如说我呢 打了一些疫苗 哎有人打了一些疫苗 比如说现在啊 我 大部分人在里面都打了疫苗 绿色的人头呢 是被打了疫苗的人啊 OK 然后呢 黑色的这个人呢 是没有办法打疫苗的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immunicompromised 那现在是吧 假如说又有一个人 对吧 哎 他如果得了某一个infection disease 比如说covid-19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他想传染到周围的人 有可能吗 是不是非常难啊 对吧 因为周围的人都打了疫苗啊 对吧 他们对这个病毒都有immune response 所以一旦感染上他们的话 马上就可以清除干净 对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这些immunicompromised的人啊 他们周围都充斥了这些 已经有immune response的人的话 是不是这个passage就很难感染到他们身上 因为他需要跨过重山巨领 对吧 像是跨过重山巨领 才能感染到中间那个没有免疫的人 是吧 所以这样中间这个人 其实就是被我们周围这些打疫苗的人 怎么样 所保护了 对 所保护了 所以这个就叫我们的hurtimmunity 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概念 很简单 是吧 很easy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对于vaccine里来说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看vaccine里放什么玩意儿啊 那vaccine里面主要有两种东西啊 两种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antigen 那就是你想让我们这个身体 对谁产生immune response 你就要把谁放进去 对吧 或者说 我好像对这个virus产生一些immune response 我就把这个virus放进去 或者说把这个virus一部分放进去 或者说我能 我能把指导合成virus一部分的东西给它放进去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antigen 你比如说 如果是大家 看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说鸡翠灰智糖丸 那它就是一个attainuated virus 我直接把这个virus 给它灭活 给它减活 把它的毒性降低之后 还放到virus 放到我们的vaccine里去 要么是干什么呢 要么叫我们称之为 放virus 或者放这些bacteria的一部分 对吧 我们把比如说像某一个protein 把这个东西拧出来 把这个emperify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vaccine里面 或者比如说大家现在 在多代打的这个covid vaccine 对吧 那covid vaccine里面 有些是mRNA vaccine 对吧 那mRNA vaccine的目的就是 我把这个mRNA拧出来 然后呢 因为mRNA是合成蛋白的一个 这个蓝图嘛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mRNA打到身体里面去之后 你身体自己的细胞 就会去造这些spike protein 对吧 那他们就会替我们 我们的细胞 当作我们的工厂 替我们去造胺炎进出来 对吧 所以无论如何 你里面都会有一点antigen 都会有antigen 那这个东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 这个immune system 能识别到 能识别到 你到底要对谁产生immune response 所以这就是antigen的功能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adjuvant OK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adjuvant 那adjuvant 这干什么东西呢 它呢 是一个相当于是 我告诉我们的这个身体 是吧 你遭受到了入侵了 遭受到了入侵了 所以这个玩意儿的功能 就是帮助我们去induce 我们的innate immunity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先有innate immunity 当它激活了之后 之后才能去激活我们的adaptive immunity 对吧 所以他们两个是 link在一起的 所以 我们给这个vaccine里面 supply一个adjuvant 那这个时候 adjuvant的主要功能 就是告诉你的身体 你遭到入侵了 OK 但是其实这是个假象 明白吧 因为我们antigen 其实是毒性很低的 对吧 我们放进去 其实没有办法导致 很严重的疾病 但是我们利用adjuvant 去扩大这个antigen 对于我们身体内的 这个一个immune response OK 所以这就是adjuvant adjuvant的功能 所以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 Jane Wei还记得吧 那Jane Wei发现了一个 啊immune system的dirty secret 他的dirty secret 就是说 哎 如果你只给他supply一些pure antigen 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 其实对这个pure antigen 没有太大的 response 对吧 但是如果你给他supply了一些adjuvant 那这个adjuvant 就可以使得我们的immune system 给更好的激活 是吧 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一些 遭乱差的这么东西 是吧 那他就给你引起我们这个 这个immun system的重视 对吧 他也就这么知道 是吧 但是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adjuvant的选择 有很多种 对吧 那如果大家知道之前的话 有一种东西叫metho mercury 对吧 还有一种东西叫metho mercury 那这种东西 有好多人都会说啊 这个东西达到人身体内 会有人更是看到问题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啊 这些adjuvant都是很安全的 都是很安全的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对于所有vaccine来说 对于所有vaccine来说啊 那safety一定是最重要的consideration ok 一定是最重要的 你无论是在没有上市之前的clinical trial 还是上市之后的一些 这个啊 比如phase phase three 或者phase four trial 那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关注于我们这个vaccine 是否安全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 是吧 我们的vaccine 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打 啊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难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一会来看 我们用哪些vaccine的准备 是吧 那第一种叫做whole organism vaccine whole organism vaccine 看名字就知道是吧 他把整个pathogen 就把都放在里面了 ok 那有两种情况 两种不同的这种whole organism vaccine 第一种叫做attainuated vaccine 他就叫attainuated vaccine 那attainuated的意思 就是说他现在还活着啊 就是还活着这个 比如说这个virus 或者这个bacter 他还活着 他还可以replicate 但是呢 他现在丧失了 是导致疾病的能力 ok 比如我刚刚讲过的polio virus 就他还可以进行一些分裂 还能进行一些replication 但是他没有办法再导致疾病 ok 所以对于这种东西来说 那你想想 这个东西肯定非常immunogen 对不对 非常immunogen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pathogen 只不过是弱化之后的pathogen 对吧 所以他对我们的immun response的 这个强度来说 应该是最高的 能产生的immun response 强度应该是最高的 但是也有风险 对吧 有风险 有两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那这些attainuated vaccine attainuated virus 或者bacteria 他们可能会通过某一些手段 变回之前能导致疾病的那个pathogen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问题 对吧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 他的storage 他的transport 比较麻烦 因为他们都是活着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冷冻 对吧 要冷链运输 对吧 冷链运输 才能保证这个vaccine 它还有一定的effectiveness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冷链运输 就比较麻烦 那第二种叫做inactivate 或者kill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 有这个virus 有这个bacteria 但是我已经把它干死了 就是它里面就剩个尸体了 但是给它留了个全尸 对吧 所以它是whole organism vaccine 它留了个全尸 所以对于这些vaccine 对于这些vacteria来说 或者virus来说 它没有办法再replicate 因为它已经死了 对吧 但是呢 它也没有机会 在变回之前 能导致疾病的这种形式 对吧 没有机会了 但是呢 好处就是 我们刚刚说变不回去 第二个就是 我没有必要 用那么苛刻的 运输方式去运输它了 是吧 你也不需要冷练了 对吧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变得没有之前 那么immunogen 对吧 因为它已经死了 它已经不是活着的了 所以你的机体 对于尸体的reaction 是吧 相比于对一个 活着的这个virus 活着bacteria的reaction 稍微低一些 这也很好理解 所以这是whole organism vaccine 我们有两种 那第二种 叫做subunit vaccine subunit vaccine 就是我们取了这个virus 或者bacteria 它们身上的一部分 对吧 那这个部分 一般来说 都是这个virus 或者bacteria 表达的一些protein 都是一些protein 那我们看看 怎么来造这个virus 很简单 第一种 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 我们可以在体外 对它进行培养 然后呢 我们把培养出来的 这些virus 或者bacteria 全部都杀死 然后再把它身上的 这个protein pureify出来 对吧 就是所有东西 我们都在体外进行 OK 所以你比如说 我先找到这个pattern 我们想弄它 对吧 你不想把它身上的 比如把身上的protein 全部都extract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先培养好多好多pattern 比如说我在细胞里培养 或者我在外面用培养机培养 对吧 virus的话 我可能用细胞培养 对吧 给它一个温床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造出好多好多pattern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pattern 给它干掉 对吧 给它干掉 把里面的这些成分 全部都分离出来 对吧 那比如说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metablets 可能有一些DNA RA 或者一些protein 那我们想要的 就是它的protein 对不对 因为我们想要它像 这个protein subunit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protein 什么purify出来 purify出来之后 变成vaccine 所以这种很简单 就是所有人都在体外进行 对吧 都在体外进行 那体外进行完之后 我们通过一些方式 去培养这个pattern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pattern 干掉 然后把它身上的 这个相应的部分 给它分离出来 这很简单 那第二种呢 更快 更安全 干嘛呢 因为第一种情况下 是你还得养pattern 对吧 你万一不小心养了养了 把自己感染了 怎么办 对吧 那很危险 那这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找我们的 这个工具人 替我们生产 对吧 那我们的工具人是谁啊 我们的bacteria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recovenant technology 我们可以用recovenant方式 干什么呀 我们先找到这个target 你比如说 我就想要看这个protein 对吧 我想找它 那这个protein 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sequence 对吧 因为你要合成protein 你先找到它的DNA 对吧 因为DNA就会变成mra mra就会变成protein 所以他们这一溜 就顺理成章 对我们之前讲过的central document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先找到这个 如果我要去用工具人 替我们去生产 这个成产这个protein的话 我要先找到 你的这个antigen 你这个protein 它的sequence OK 所以我们找到了 所以这一块DNA 就是我们这个particular protein 它的coding sequence OK 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我们把这个coding sequence 扔到plasma里面去 扔到某一个plasma里面去 所以这个plasma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vector OK 相当于一个vector 那这个vector 甚至少都会携带 这一段 我们想让它去合成的 这个protein 它的sequence OK 那接下来 我们的工具人就上场了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vector 带有 就是带有这个g insert的 这个vector 就从哪里去 给它放到 我们的bacteria里面去 所以bacteria 它在分裂分化 分裂分裂的时候 它就会去产生 好多好多这样类似的protein 对吧 所以在bacteria culture里面 我们就会produce a lot of this recombinate protein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bacteria杀了 对吧 把bacteria杀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protein 我们的protein OK OK easy 好 是第二种是吧 那第三种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比如大家现在打的这个mRNA 或者dna 那它的功能是什么东西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造这个 蛋白的地方 不一样了 是吧 那第一个是我们利用 patteria自己造 是吧 第二个是利用我们的工具人 我们的bacteria来造 对吧 第三个我们要造什么 我们利用人身体 自己的细胞来造 OK 所以还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先找到 我们想要去分离出来 purefy出来这个蛋白 这个蛋白就是我们的subunit OK 那这个subunit 那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它的protein coding sequence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它的protein coding sequence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是dna 对吧 当然它也可以是mRNA 大家现在打的疫苗是mRNA 对吧 反正dna 你的central dogma都告诉你了 我们的dna到mRNA 再到protein 对吧 再到protein 所以你找谁都行 你找dna也行 你找mRNA也行 当然现在我们的疫苗 大部分都是mRNA的 对吧 OK 那对于这个这一些啊 对于这一些coding sequence 来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把这一段sequence 送到哪里去呢 送到我们人的细胞里面去 OK 你比如说我把这段mRNA 或者把这段dna 镶嵌到某一个plasma里面去 对吧 那这个plasma又是我们的vector 对吧 那这个vector啊 变成我们的vaccine 然后vaccine打到我们身体里 那这些vector会被我们的 这些plasma 会被我们的 自己身上的细胞所吸收 然后呢 我们自己的细胞就开始make 这些protein 这些呃 这些patine的protein 或者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找一个viral vector 那这个viral vector 可以去感染人的细胞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 人人本身这个细胞呢 它对于这些外来的dna 外来的rna 它的uptake呢 并不是很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工具 去替我们去把这个dna 或者这个rna 还送到相应的位置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些virus 比如说adenovirus OK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sequence 丢到这个virus里面去之后 我们把这个virus呢 再打到人身体里面 需要注意 这个时候这个virus啊 已经没有致病能力了 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去transport这个sequence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哎 这些sequence 感染到我们人身体里面去之后 人就开始去produce 跟这个 partgen相关的这些蛋白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在人身体内 什么就把这个蛋白产生出来了 对吧 我们就可以对它有一个elicit immune response 所以这三种它们都是什么 它们都是protein subunit vaccine 只不过它们生产的方式不太一样 它们在哪个地方生产出的蛋白不太一样 很简单 很 easy 我们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vaccine叫什么呢 就是carbohydrate vaccine 那叫carbohydrate vaccine 那carbohydrate 故名思义 就是它在利用我们这些virus或者是bacteria 它身体外面的那些sugar molecule 因为你的这些身上的尤其是antibody antibody不仅仅可以recognize protein 对吧 它也可以去recognize carbohydrates 它还可以recognize其他等 lipid都是可以的 那carbohydrate vaccine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什么呀 就是在于它的immunogenicity是非常弱的 诺越康教问了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我用carbohydrate vaccine 它的immunogenicity就要比之前要小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想想 那比如说这种的b-cell 那b-cell是不是要去produce我们的antibody 对吧 b-cell要produceantibody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让b-cell去produceantibody 是不是你得干嘛 是不是你得去激活这个b-cell 所以b-cell需要被activated 对不对 它需要被activate 那谁去activate它呀 是不是T-cell 所以它的隔壁一定会有一个T-cell 这个T-cell还是CD4-positive T-cell 那这个CD4-positive T-cell 它就会去激活我们这个b-cell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吧 那T-cell它的receptor 也就是说T-cell receptor 它上面是个T-cell receptor 那这个T-cell receptor 它识别的是什么玩意儿 它识别的是MHC和peptides 的这个conjugate 对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b-cell它一定要先表达一个molecule 这个molecule叫做MHC class2 对不对 然后这个MHC class2身上 一定要带有一个peptide 对吧 那这个时候才能被我们的T-cell receptor 所使用 因为T-cell它就是在recognize 我们的这个peptide in the context of MHC class2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旦是carbohydrates 你carbohydrates能被我们的MHC molecule present吗 不能啊 对吧 因为你只有peptide的才能被它present 你carbohydrates怎么present no way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B-cell其实是比较难以被激活的 因为你没有T-cell activation 你没有T-cell activation 你就没有B-cell activation 那这个时候没有这么强的B-cell activation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产生classwitch 对吧 产生我们的affinity maturation 产生我们的memory cell 这种都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的carbohydrates vaccine相对于是比较失败 比较失败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它一下吗 有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conjugate vaccine 那conjugate vaccine 我们在做个什么事 我们呢 就把这些carbohydrates 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想利用这个carbohydrates产生vaccine来着 对吧 对吧 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只用carbohydrates 不work 刚才我们说过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激活很好 你没有办法很好去激活我们的T-cell 所以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哎 我们找一些protein做carrier OK 这个protein它做carrier的时候 它就可以link上外面的这些carbohydrates 对吧 所以这个aminoids就是里面的这些protein carrier 它可以干什么 它可以去用来activateT-cell 是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carbohydrates 它们可以作为antigen 所以这样我们就 使得它的immunogenicity 变得更高一些了 因为现在我们既可以去激活B-cell 也可以激活T-cell 也可以激活T-cell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conjugate vaccine conjugate vaccine 我们来给大家讲讲polio vaccine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是吧 那我们再给大家复习复习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 我们来看polio polio myelitis 那这个病 叫做这个脊髓灰质炎 对吧 脊髓灰质炎 它的英文就叫polio myelitis 叫polio myelitis 那polio myelitis 是用谁来引发的呢 是由我们的polio virus引起的 尤其脊髓灰质病毒引起的 polio virus 那这个病毒非常的非常的狠 非常致病 致病率非常非常高 highly infectious OK 那主要是通过什么来传播呢 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 主要通过粪口传播 我叫fecal oral 或者fecal oral transmission 那就是小孩子 对吧 有的人他感染这个病毒之后 他的粪便里面可能会有类似的病毒 那这个病毒呢 不小心传染到别的地方 可能污染啊 或者是拉屎不洗手啊 是吧 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原因 那有可能就传染到别的小朋友传承 OK 那这个时候 这个polio virus 它干嘛呢 它一开始 因为你是病从口入的嘛 你吃进去的 那吃进去之后 它会在你的肠道里面 进行一些replication OK 进行replication 好吧 那这些产生出来的大量的virus 它会干什么呀 它会顺着你的血液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你的central nervous system 跑到你的脊髓里面去 脊髓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些virus就可以去攻击你的 你的central nervous system OK 那这个时候 一旦我说的例子 如果不小心啊 如果不小心 这个时候你的motor neural 你的motor neural 被这个病毒所感染了 那这个时候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这个人的motor function 就裂开了 就炸裂了 是吧 那可能就会导致癱瘓 所以你看那个小麻病症的患者 是吧 他走路都是那个样 是吧 那个样 那个样 是吧 你如果没有看到 可以上网 就走一走看看 就是他走路起来是 内巴 第一个就是大内巴 就类似于那种走路的方式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motor neural 受到了damage OK 受到了damage 那这种我们称之为 parallytic polio 但是你只有motor neural 遭受到损伤 你至少还能活着 对吧 你知道还活着 就是你走路啊 或者是行动上非常不便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virus 这些virus 入侵到你central nervous 是什么的 virus 如果他非常不巧的是 他感染到了 跟保持生命体征 有关的motor neural 比如说 你的 respiratory的muscle OK 管你respiratory这些 neural 如果他被受到了感染 那对不起 这个时候 你的呼吸 就没有办法呼吸了 对吧 你没有办法呼吸了 没有 没有肌肉了 你没有 你肌肉不 不受你脑子操控了 这个时候 你怎么呼吸啊 对吧 你没有办法 虽然我们这些 PSL学过啊 我们的axial 就是我们呼气 是不需要muscle 过度参与的 那你吸气总是要的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breathe了 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哎 如果大家看之前那个图 你能看什么 是吧 好多那个小孩 是吧 被放在那种 铁棺材里面 那个东西叫做iron lung OK 那我们可以通过改变iron lung 里面的那个pressure 然后去维持他的呼吸 OK 但是那你想想这种 就没有 没有任何生活质量 对吧 那你就只能靠呼吸机 维持生命 所以这是我们的 polio myelitis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什么方式 能产生我们的 对于我们的这个 polio virus 能产生一个 immune response呢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明了 polio vaccine 那我们又有两种 polio vaccine 第一种呢 是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 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inactivated就是说 这里面的所有的polio virus 都什么 都死了 都死了 dead OK dead 那还有一种呢 叫做attainuated polio vaccine 那什么意思啊 attainuated就是 他还活着 是吧 但是他的致病能力下降 那致病能力下降 那这两个不同的vaccine呢 比如我们这个 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呢 和我们这个 attainuated polio vaccine呢 他的注射 他的这个administration的方式 都不一样 如果是inactivated vaccine 他呢 是主要是肌肉注射的方式 就直接往肌肉里面打 就跟大家平常打疫苗 没什么区别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糖丸这种形式 你要从口里啊 吃进去 送水也吃进去 oral administration 那他们用法 用的地方 其实也不一样 他用的地方也不一样 那这个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 叫做sock vaccine OK 就是sock vaccine 他主要用在一些 这个已经发现 已经基本上绝迹 polio virus 比如说发达国家 对吧 比如美国 加拿大 英国 那在这些地方 发达国家 这个比较先进 对吧 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 就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这个管 这个polio myelitis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小朋友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打 这个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 叫sock vaccine OK sock vaccine 那这些sock vaccine 被打进去之后 你想想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会产生 对于这个polio virus的 antibody 对不对 antibody 那这个antibody 主要是谁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Ig 那这个Ig 就会在我们的blood里面进行circulation 对吧 进行circulation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再碰到了 进入到血里面的polio virus 就可以直接给他neutralize掉 OK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也发现了吧 它有一定的缺点 就是说 它因为是Ig response 就是mainly我们的systematic IgG response 所以它没有办法防止infection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不小心 你现在还是感染了polio virus 它还是能在肚子里面进行replication 但是它就是你进入到血液里面 这部分polio virus 会被neutralize掉 就是你不会发病 但是你还是会遭到感染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是能遭 你还是能受到什么 还是能去传染这个病 比如说你没事 结果你隔壁这个小朋友 如果他没有打疫苗的话 你就有可能把他感染上 对吧 所以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去维持evalidation 在我们的发达国家里面 去维持evalidation 因为周围的人基本上都不可能碰到这种病毒 对吧 所以就起一个保险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我们上个世纪 比如说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给小朋友吃 主要还是在吃一个polio 这个oral polio vaccine 就是我们的sabine vaccine sabine sb sb OK 那对于这个vaccine来说 它是吃进去的 对吧 它是吃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把这个virus吃进去之后 是不是它可以在你的guts里面 进行一些replication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immune response 如果要去对抗这些replicate virus 它要干什么 是不是它要产生一些secreted antibody 对不对 那这些secreted antibody主要是谁 主要是我们的iga 那iga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所以它直接在肠道里面 就会去neutralize我们的polio virus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sabine vaccine 它不仅能防止你自己遭受到infection 还可以干什么 还可以prevent transmission 为什么呀 因为它压根这个polio vaccine 在你的肠子里面 就没有办法replicate 对吧 所以你更别说我产生新的病毒 然后还得给其他人了 对吧 所以这个sabine vaccine 这个叫做attainuated polio vaccine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在endemic region 主要在endemic region 就正在发病的地方 是吧 我们既要让更少的人得上这个病 我们还要避免它们的 transmission OK 所以给大家是吧 总结了一下polio vaccine的这两个不同polio vaccine的这个特征 是吧 比如第一个是吧 我们有inactivate的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sog OK 那这是我们的oral oral是attainuated 所以它是我们的sabine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inactivate 主要是killed polio virus 那oral就是attain 为了 该活着 那administration不一样 一个是肌肉注射 对吧 一个是吃到肚子里 那这个时候肌肉注射是不是相对于啊 直接给它oral的stration要更复杂一些 对吧 因为你还需要有driver的人得去打针 对吧 但是oral不需要 那普通一个学校老师可能就可以 去帮助孩子去接受 这就很方便 然后呢 它的生产成本可能会更低一些 那我们的immune response呢 主要是一个igg 主要是一个circulating igg antibody 那我们的polio主要是一个iga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inactivate polio vaccine来说 那它还可以replicate 但是你没有办法到达blood里面去 对吧 所以你没有不会得这种病 对吧 但是你防不了transmission 那如果是oral的话 第一个 antibody在gut里面 对吧 它既可以去防止infection 它也可以防止transmission OK 那还有就是 是不是这些virus 它能变回之前 能不能导致vaccine 引发的这个疾病呢 那如果是inactivate的话 那就不会 对吧 但是如果是oral的话 很少见 对吧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可能的 OK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这个公共卫生上面可能对virus vaccine有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有一些routine vaccination 什么是routine vaccination呢 就是当这个小朋友从生下来开始之后 他需要接种一系列的virus 它有个schedule OK 比如说你刚出生的时候该接种什么样的病毒 该接种什么样的vaccine 你几个月之后再该接种什么样的vaccine 然后你再过多少年几岁的时候再该接种什么vaccine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detail的schedule OK 主要能有哪些呢 给大家准理 比如说我们有polio 对吧 DPT 叫difertheria Protuxis和Tatenus 这是白猴啊 是吧 然后这个Protuxis是这个叫结核 不是结核 Protuxis是这个百日咳呀 对吧 Tatenus是这个强质啊 对吧 那这些东西 还有MMR MMR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Mesal, Mops, Mirabella 腮线炎 是吧 Mesal Mesal是什么 风诊 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是争议比较大的 有个人之前做了一个研究 是吧 他说 哎呀 你打了MMR vaccine的人 Mexin的小孩更容易autism 这不是扯击把肚子吗 对吧 不是来 OK 那这个就是MMR 还有什么 啊 neumococcal disease 对吧 meningococcal disease 这是什么肺炎啊 肺结核啊 还有我们这个脑膜炎啊 对吧 这些virus Rota virus Hepithetus B 乙肝啊 对吧 HPV啊 对吧 那大家如果现在没有打HPV的 记得先打一下HPV 对吧 这个还是什么 Influenza 所以这些都是常打的 Vaxin 这样常打的Vaxin OK 所以一般来说这些Vaxin 从打小时候就开始打了 对吧 因为啊 有一些Vaxin在不同接种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让我们从孩子身体 我们就开始 去保护我们的这个 然后就开始保护我们这个 Immune response 保护我们这个 免遭到我们的Immune 免遭到这些pathetic的感染 OK 那还有一些Vaxin啊 比较麻烦啊 尤其是比如说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乙肝对吧 HPV对吧 你看这一些类型的这个疫苗 他需要干什么 他需要boost shot OK 他需要boost shot 也就是说你打一针不够 是吧 你有可能需要打两针 你要打三针 对吧 HPV啊啊 我们的乙肝 HPV啊 他们基本上都要打三针 对吧 尤其是HPV 如果大家打过的话 你应该知道啊 基本上是一年啊 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打完 对吧 你打第一针 对吧 打完第一针之后 过一个月才能打第二针 是吧 然后再过半年 或者说半年八个月 才能再打第三针 对吧 所以他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所以有一些啊 这些疫苗是需要boost shot OK 所以说白了 目的就是为了 我要维持 我要maintain 这么一个immune response 那还有一些啊 vaccine呢 是有一个防肿瘤 预防肿瘤 这么一个啊 预防cancer 这样的目的 比如说hypertise b 对吧 乙肝这种病毒啊 它分极性的乙肝和慢性乙肝 是吧 我们有acute hypertise b 和啊 chronic hypertise b 那这个 chronic hypertise b呢 就是我们这个 hypertise b virus 把自己啊 把自己啊 自己里面的sequence insert到了你的 这个 insert到了你的 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去 所以 这个时候就有风险 对吧 你假如 insert错了位置 对吧 或者insert到了某一个oncogenes 或者insert了某一个 这个tumor suppressor gene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癌症 导致肝癌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打这个hypertise b的virus的这个vaccine 你还可以去预防啊我们的这个liver cancer OK 还有hpv对吧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过了hpv啊 主要是人乳同流病毒是吧 主要是防止cervical cancer 那有几个是高危亚性 比如说啊 我们有16hpv16hpv18对吧 那这几这两个都属于高危亚性 那一旦感染上他们两个的话 那你得啊 这个宫颈癌的这个概率 可能要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 OK 所以啊 我们要及时打这个hpv一边 当然了 生活还要更减点一点 对吧 你不要有多余啊 多个这种这个啊 性败 对吧 或者说也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 那这个就是避免啊 遭受到这个hpv的inventory OK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一些social factors 一些social的问题啊 比如第一个 叫coupleat 这个很简单 是吧 你打仗的时候 是吧 你仗都妈的都打起来了 都能打起来 谁还管你打不打疫苗 对吧 所以coupleat 所以它影响我们的疫苗接种率 OK 这很好理解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migration 就是人啊 它是动物的 对吧 不像原来 是吧 原来的时候 你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 你走着去 对吧 那现在太方便了 那高铁很方便 是吧 那飞机也很方便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些啊 有一些人 他可能之前 比如说无家可危的人 或者说战乱啊 或者什么 他没有接种好这病毒 没有接种好这疫苗 或者说 他有感染上某一种疾病了 是否他可以随着这些飞机 这些交通工具 到处跑啊 对吧 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啊 有些会导致一些问题 那还有就是说啊 这些人如果跑了 对吧 那本来他在某一个时间点 应该接种另外一个新疫苗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 他可能在五岁的时候 要接种某一个疫苗 是吧 七岁时要接种某一个疫苗 结果五岁的时候 他就跟他爸妈 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 是吧 那找到了 那你这个疫苗还接种得穷 对吧 没得接种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经济问题 啊 economics的问题 这个也很好理解 是吧 那穷吗 对吧 有些国家真的穷 对吧 那饭都吃不起了 那打什么疫苗呢 对吧 是吧 所以穷 也会影响这个疫苗的接种 所以这是一些social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是一些问题 一些这个challenge 就是我们在面对打疫苗的时候 有一些challenge 那这个challenge主要是谁呢 我们称之为vaccine hastasy 啊 vaccine hastasy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的人 对吧 有的人啊 他就是脑子不好使 你知道吧 就脑子不好使 尤其是老外 你知道 老外就是脑子这么不好使 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这个 系统的这些训练 系统的 不知道是训练 系统的教育 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 所以他们觉得 是吧 我把这个东西打进去 他会不会搞死我啊 或者我什么 听风就是雨 对吧 比如说 人家告诉他 打MMR命苗 可能会导致autism 他他妈就真信啊 OK 就宁可信其虎 不可信其虎 这种感觉 所以这就导致了 我们对于接种的 一个犹豫和惆怅 我们称之为 vaccine test 也就是说 虽然是吧 经历过这些 testing之后 经历过这些 各式各样的 clinical trial 经历我们这些 各式各样的test之后 我们已经确认了 这个vaccine非常安全了 有的人他还是不愿意接种 不让他的孩子接种 你像之前 之前在迪士尼是吧 有一次爆发了 mesal 后来发现为什么 就是一个老黑 对吧 老黑 他那个黑女人 不让他孩子接种 不让他接种MMR 就导致这些 因为周围的这些人 他对于MMR 其实免疫力非常低了 对吧 小朋友免疫力非常非常低了 所以他没有接种 就导致他把自己身体里的 这些片都穿染给了身边的孩子 对吧 导致了迪士尼之前的 那个mesal的outbreak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 所以这就是由于 vaccine has this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刚才我们说 跟大家说说是吧 有的人就是傻 对吧 脑子有问题 是吧 脑子有问题 他想不明白打vaccine有什么样的好处 他光看了那些坏处 没有看到好处 为什么他看不见好处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打了vaccine之后 没病才是常态 才是常态 对吧 如果你打了vaccine之后 你还得病 那你打个球的vaccine 有个卵子 是吧 但是那就是没有得病的话 其实你是意识不到它的好处了 所以这个vaccine的benefit 它是invisible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对吧 你本身你这个人打了疫苗之后 不得病 是这个好事 对吧 但是别人其实意识不到这个好事 但是你一旦做了某一个措施 比如说 不小心这个vaccine打进去之后 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 导致这个小公司了 那就是全社会炒作的目标 对吧 无聊媒体那就冲上去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在于 我们对于vaccine它的benefit 它是invisible 你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发现的 因为没有事 对于vaccine来说 没有病才是最好的 第二个 就是这些人呢 他们拿到的信息呢 不全面 对吧 不全面 然后好多人还会做一些misleading的言论 对吧 那这时候那些缺乏判断力的人 那些傻逼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 OK 我打疫苗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以这是我们的vaccine hesitancy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vaccine 现在还有哪些challenge 这个challenge呢 我们来讲一个example 就是我们的tuberculosis 就结合吧 结合哈 那结合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在夸达国家的也很爽见啊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多啊 还是很多 那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如果要去医院啊 或者如果去做这个啊 做比如说research啊 做volunteer 或做wetifer的时候 他会让你去提供啊 你有没有接种类似证明 那对于tuberculosis来说 如果你没有做 你要去做一个tuberculosis skin test 这么一个东西 OK 他干什么呢 就是他拿一个小汁 往你这个皮下啊 打一打上大概啊 100或者200微生的这个tuberculine tuberculine就是要结合均素 结合均素 然后这个结合均素呢 就会给你的身体产生immune response啊 所以在这个区域啊 你这个手被打药的这个区域呢 就会产生一个硬结 一个硬结 OK 比较硬啊 也不疼 但是就比较硬 OK 然后呢 这个你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会拿一个尺子 去measure一下 你这个硬结的diameter OK 那diameter小于两公分 还不是小于多少公分 那就说明你是tuberculosis negative OK 那如果你之前得过tuberculosis 有这个风险的话 那你这个硬结就比较大 就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他会refer 你再去做x-ray OK 那你就做一个胸透 然后看一看啊 你肺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uberculosis 这个vaccine 就是我们想要去develop这个vaccine 但是呢 现在这个vaccine有吗 有 叫BCG 叫BCG 叫Bacillus 什么Galmitoglary vaccine 这个vaccine 大家可能都打过啊 就是 这个啊 这叫卡界苗啊 就是如果大家打过的话 就是在你的这个胳膊上会留一个8 对吧 这个8 这个8叫卡8 啊 卡8 就这个东西啊 那这个玩意儿呢 它可以防TB 可以防TB 可以防TB 但是它的效率非常非常低 只有50% 非常非常低 同时你打进去之后呢 它也没有办法保证啊 你不得这个呼吸相关的级别 那 那 它也没有办法去stop transmission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它有用吗 有用 但是 没有那么 那 至少打了它之后 我们可以防止一些 由TB引发的一些 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比如说 Meningitis 这就是我们的脑膜炎 对吧 因为 有的时候 你得了TB之后 有这些病毒 这些啊 这些bacteria 有可能就顺着你的circulation 跑到别的地方去之后 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地方的炎症 那那些地方可能会导致 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至少啊 我们还会对它有一些 这个protection 但是整个protection的这个效率 其实并没有很好 OK 并没有还好 所以有些人就说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个TB 就是这么难啊 这么麻烦呢 那是因为第一个呢 我们的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它对于这个bacteria的杀伤率 其实没有那么好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既然没有办法 完全把这个Tuberkulose 清理干净 那我会做什么事呢 我会找一圈细胞 是immune cells 我把这些bacteria 虽然我杀不死你 但是我把你关在你 把你关在你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形成Granuloma 所以Granuloma的形成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你的immune system 没有办法去 彻底的把这些bacteria 或者virus全部干掉 没有办法去干掉 那怎么办 我只能先把你关在那 我们把你周围围起来 那这样的话 这些细胞没有办法去产生 我让这些bacteria 这些virus 没有办法去感染其他细胞 至少我 这个prevented spread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TB啊 他会从active的形式 变成latent的形式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更难 对他进行发现 那比如正常人 他可能也干扰了TP 但这个TP 他的体内并没有发病 他处在一个latent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一旦这个人 假如说这个人 他如果得了什么病 导致他的免疫力低下了 或者说他最近没有休息好 或者最近怎么怎么着 都没有弄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病毒就可能会 从这个granuloma里面 escape出来 所以就从latent TB 变成了active TB 所以这时候就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比如说导致virus 导致我们的肺部疾病 对吧 那肺部疾病干扰之后 那你的肺末 可能会传染其他人 对吧 那现在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治疗 的话 那有可能会导致死亡 或者导致更严重的变化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对TB 麻烦点 就没有办法完整 完全对他产生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immun response 所以如果大家 未来有能力 那可以研究这些新的 新的这些vaccine vaccination的方式 能使得我们去攻克 这些疑难杂志 OK好吧 所以我们本周就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东西也不是很多 vaccine这部分也比较简单 然后最后一周了 大家记得做一下 套派 然后做完之后呢 这个就好好复习复习 到这儿我的final exam 好 那希望大家在 final exam里 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是吧 非常好的成绩 那周间复习的时候 有任何的问题 就欢迎大家随时来问我 好吧 那我们这些期就这样了 那以后有缘 让我们明年见 好吧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